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早晨 我是珍小玥 欢迎大家收看《环球追踪》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隔晚美股的情况 见到美股计上日全面上升超过1%之后有回吐 市场正在衡量联储局12月加升的可能性 加上个别科技股贵度业绩未如理想 大肆反复回落 股份方面 标普公用股指数持续下跌 跌幅在矮近0.6% 美国药厂辉瑞协议进行并救消息 带动医疗保健股股份上升 辉瑞的股价下跌2% 见到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跌23点 暴17755点 标普500指数跌1点 暴2089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21点 暴5074点 而在美国买卖的港股与拓证券 造价较本港收市价普遍偏远 见到汇丰折合港元暴60.81 比本港收市下跌0.48% 中移动下跌0.45% 中联通下跌0.04% 中人寿下跌0.03% 中海油上升1% 中石化下跌0.37% 中石油下跌3% 而欧洲股市方面 欧洲三大股市都下跌 伦敦富士100指数跌42点 暴6395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 跌31点 暴1088点 巴黎契指数 跌4点 暴4885点 油价方面 纽约企油延续上日急升6%的升势 早段曾经再升2% 其后美国公布第三季经济增长 方缓去到1.5% 低过市场预期 油价升幅 收市部每桶46.06美元 上升12美元 升幅达到0.3% 伦敦布林特企油回落 收市部每桶48.8美元 下跌25美元 跌幅达到0.5% 金价方面 金价下跌 美国12月可能加息的预期 都令到金价售额 跌至近三星期的低位 见现货金初段 因为美元回落而上升 其后反复向下 部每盎司1146.1美元 下跌0.8% 纽约期今 收市部1147.3美元 下跌28.8美元 跌幅达到2.5% 再和大家跟进美元匯价 美元兑港元7.75 日元120.87 欧元1.0981 英镑1.5327 瑞士法郎0.9892 加元1.3152 澳元0.7102 樓元0.6727 最后是美国国负债券 10年期债券部2.16里 30年期债券部2.95里 外围的情况 先和大家跟进到这里 将时间交给Tracy 各位早晨 先麻烦小元 这一节嘉宾 请来Harry和我们跟进外围市况 Harry早晨 早晨 先和大家看看 港股是竞价时段的表现 都是跟随外围偏远 跌34点 竞价时段 开22785点 跌幅0.15% Harry都见到外围方面 公布了美国的第三季经济数据 增长只有1.5% 远低于第二季当时的增幅3.9% 另外 美国公布了9月份的二手屋销售下跌 见到经济数据又差 但早前联储局又说 12月有机会加息 经济数据这么差的情况之下 大家似乎对于联储局的说法 有些不太好确定 就是好像令到大家都保持一个审慎的态度 令到市场的市况 都不是很大升大跌 大家是否都在观望 接下来联储局 究竟是否真的加得吃 这个观望的情绪是昨晚在 大家好像阅读经济数据的时候 就不太明白 为什么联储局有这样的言论 但是大家要留意一些时间表 因为今次发布的数据 就是第三季 第三季的确是没有加息 你看到其实本身 9月份10月份 都知道本身 联储局都有它的洞察力 其实他们看着 一些现放的数据 不是一些历史的数据 所以今次数据出来的时候 就不代表一定是 第四季就不能加息 因为他自己本身 就看着 第四季 即是10月 11月12月 这个现放的一些经济数据 所以现阶段来说 第三季也有很多的影响 特别是 本身会不会有一个环球的 经济动荡 也影响美国那边的一些 经济活动 特别是如果你看到 那个财经headline 一定是写着 企业的保护存 的速度慢了 这个会不会 跟他们很多的 美国企业 都是出口的 而本身都有环球的业务 其实这方面 对于GDP 都有一定影响 但实际看里面的一些细数 我看到消费 即是影响整个经济表现 接近三分之二的 最主要的经济范畴上来说 依然是增长得比较快 好过市场预期 今次的最终销售增长 3.0% 比预期2.8好一点 所以我觉得 整体美国的经济表现 是否有很大的问题 未必完全是 而且大家要留意 今次发布这是一个错值 其实还有一个中间值 和一个最中值 所以本身 那个形势 你说美国第三季的经济表现 是否真的有这么差的表现 会不会说初值做低了基数 慢慢地摊上去 这个我也在密切留意 暂时去看 其实左右整个联储局的决定 我觉得反而是通胀那边 而就业那方面 其实我不是太担心 其实会有些反复 以往都一向是这样看的 所以通胀究竟能否回到上去 有个2.0的趋势 就是增长目标 这方面是市场最关注的焦点 所以大家放进去的物价指数 就多过实质地 大家都认同了 其实美国的经济表现 是慢慢地复苏了很多 都看到了 就是刚才 Harry都看到了 佔经济增长的3.2%左右 就是3分之2的 就是个人消费开支 或者家庭开支 其实按年增长3.2% 比第二季的3.6%增幅 虽然是放慢了 但是都比市场预期好 另外一件事 就是大家都想关注一下 究竟美国有没有通胀 有通胀才会有一个加息的需要 通胀方面 暂时还未见到 达到2%的水平 但是经通胀调整的税后收入 是增长3.5% 是第二季的1.2%的3倍 意味着 未来你又多了钱 可以花多些钱 会不会都意味着 通胀是慢慢重拾 通胀是否重拾 通胀是否重拾 其实要看回联署局 究竟他记得通胀数字 其实他记得谁 因为大家很多时候 在看究竟他会否撇开油价 但油价是核心通胀方面 但油价我一直在想 其实本身都是一个 对于整个经济很重要的环境 你美国 我当你来 Thanksgiving 或者聖诞去套礼 你都真的开车 所以本身 我觉得今次的数字上面来说 我想联储局在12月上面来说 都应该会争辩的极烈 而今次 譬如你计算第三季的数字上面来说 他都公布了PCE PCE的数字又好像真的低了一点 好像只有1.2 你计算核心也只有1.3 所以我觉得 暂时从现况的数字看 就未见到有个加值的条件 如果你用通胀去看 但是联储局每次都刚才都说到 他不是看历史的 他只是看趋势 和向上未来一季的看法 所以大家要留意 所以联储局未必实质地 去access 我们现在大家所知 公布的一些历史数据 嗯 在一些前瞻少少的数据 好 时间都差不多了 先和大家一会 一会回来 会有开市感浪的环节 会谈谈二孩政策 待会再见